Alvin问你个问题 除了斑马还有哪种马黑白相见呢? 答案是二维马 二维马这个黑白小方块组成的图案 几乎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付钱转账、聊天加好友、网页登录账号、饭店点餐等等 那么Alvin今天的问题来了 二维马到底从何而来? 首先条马能够储存信息的前提是二进制算法 毕竟人类的语言有成千上万种 我用的是一二三 你用的是一二三 他用的是一七二三 而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机器语言是二进制 也就是说本质上文盲机器只认得零和一 所以为了让机器能够识别文字 科学家们需要先将人用的语言翻译成二进制 比如说英文的万和汉字的一都可以用二进制编码 000001表示出来 而二维马中的黑色小方块代表一 白色小方块代表零 黑白相见的图案连起来就是一串编码 先把我们的信息翻译成二维马 扫码时机器就能够识别并找出编码对应的意思 大致说完了原理 我们接下来聊聊二维马的历史 二维马的前身是一维马 就是商品包装袋背后的那串条形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 超市使用的现金出纳机只能够手动输入价格 日积月脸的敲打模式导致收音员常常工作到手腕麻木 甚至换上了剑鞘颜 一直到1974年时 俄亥俄州的一家超市将条形码用于结账系统 才解决了这一苦恼 只需要扫一下条形码 商品信息价格均能够传送到计算机上 条形码在商品应用上得以普及 但人们希望条形码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越多越好 而一维的条形码只能够水平方向进行识别 信息的存储容量有限 于是80年代后 各国陆续研发出信息存储量更大的二维码 其中只有1994年日本研发的QR码支持汉字编码 加入纵向识别的它 最多可编码7089个数字 1817个中文或日文字符 QR码也叫Quick Response Code 意思就是能够快速反应的编码 它编上有三个起到定位作用的大方块 这能够保证我们在扫码时 不管手机怎样放置都能够得到信息 以超市商品的条形码为例 一不小心被掰弯或者被糊掉 收入音源扫码时必须先拉直或者擦干净 才能够扫码成功 二维码的三点定位功能意味着 就算中间有一点缺损 也能够通过数学原理反推出最初的多项式 从而获得信息 小伙伴们你还想了解哪些好玩的事呢 留言评论吧 邀请小伙伴们